比赛开始 亚洲外员阿巴斯 这都是他常规的轮化 好球 转给阿巴斯直接投了 三分标准 数据体验出来的要大一些 因为刘诗南这边是 青岛国内球员里边 不多的敢于往南下去攻的点 杨青云这边是一个三分命中 开始对标了 阿巴斯防得非常凶 时间不多了 刘诗南 这球没投出来 北空抢下来之后直接的反击 杨静敏好球 今天杨静敏开场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神用 不管是外线的三分还是转换进攻 但是确实如果吉布森这点要是打不开的话 那青岛的进攻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再给篮下 宋康明 好球 再给王庆明 加击来了 大勾手 弹进了 脚步上是不太跟得上的 给到杨静敏 再往南下 巴斯这点空了 杨静敏外线出手 三分再进 杨静敏 时间不多了 杨静敏 二加一 这球打得真硬 杨静敏这球的身体控制是非常的不错 发球也进 我们看这会儿呢 北空是换下了滕赫林 换上了贺西宁 篮线马布里非常轻松的空位机会 大分野转移 杨静敏空位的机会 三分标进 一共休息了四分钟 杨静敏这边空了 三分出手命中 就算借苏伟的掩护中头出手 还是不进 刘静敏拼下这个篮板 杨静敏抢断了 这球追不上了杨静敏 非常轻松的上篮打击 嗯 地下杨静敏再进一个 杨静敏好球 弧线非常平的一个跳投 宇布森再给篮下 好球 杨静敏 这球难度太高了 往篮下强攻啊 杨静敏两分上进 这样是拖低了整体的命中率 而且杨静敏又是空位的机会啊 杨静敏今天手感这么好啊 这个球居然是被放空了 嗯 好球 兰东夫啊赢着苏伟的防守 还了一个三分 要不是武汉 可能拱之道还想让他在场上再打一会儿 杨静敏这边今天拿了33分也下了 杨静双方也是不打了啊 双方的运动员呢互相击掌之一 118比9820分的分差 北控在客场是击败了单万元作战的青岛队